這條QQ妹又再借我錢 是這樣的 這條QQ妹是三年前認識的 在廣州吃過兩次飯 兩次都遲到一小時 iPad不得止,還要不漂亮 最重要是沒有下文 又沒有拖手,又沒有親嘴 真的吃完飯就走人 之後就說在廣東找不到東西做 要回家鄉,老家就在深山 找東西做就下山 有次跟我說,沒有錢 沒有地方住,全身只剩一百元 沒有飯開,要睡街 見到他這麼慘,就借三千人給他用 三千不多 夠他用一個月,不會餓死 半年之後又說沒有東西做 沒有錢 要生要死,好 我又相信他,再借三千給他 他經常說有錢就會給我 大家都明白的 說說會還會還 永遠都不還 之後又說找不到東西做 又要死回老家 老家屋頂穿了 又風又雨跟我說 要兩萬元才能做回他 我心想,我幫你不僅 還要幫你老爸家屋 我什麼時候變成黃大仙 有求必應 我叫他不要理這些 我先找了公司 如是者過了半年 今天跟我說 想跟同事夾錢 要我借三萬給他 我當然是不借的了 我有事,我身邊都未必有人幫我 你說兩句就想賺年薪 說說說有個男精仔看中他 不過他不想靠他 因為不喜歡 我心想,你這麼壞 他們應該快馬上路了 究竟有這麼多話說 又說說說 就問我,有銀行戶口 說要還回錢給我 說自己做人要有骨氣 故事就是這樣 下星期就看看他有沒有錢還 所以再繼續 這篇 вли dad 下星期他又好像沒有覆覆 就是這樣 你小心點 千萬不要沉船 我之前已經在半年前都說過了 很多人都在沉船 有這些通常都是這樣 借錢的原因是層出不窮 但這些你就小心點 戴眼色人錢就借給兄弟說真的 十幾年才借 說錢就相感情 有些就直接好朋友都未必借 何況這些陌生人 今天差不多了 輕輕鬆鬆打大佬 我們明天再繼續 好 拜拜 拜託